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哥你鼓励就说大家不要去搏杀搏斗 那你怎么搏杀 你怎么搏斗 我们跟大家讲的 人说那你就有些很诙谐 没有啊 不是只有拿起武器来才是正当的 两回事的 人的生活的空间是360度 人的时间的概念是365天 多了一个金木水火土 是一个生命定位的问题 生命自我感就是定位的问题 就我个人来讲 无论怎么解释 每个朋友还是按照自己生命定位的角度去理解 我只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同角度的看法而已 仅此而已 老子那么厉害 对不对 孔老夫子都得向他请教 他自己骑着轻牛走了 这是一种文化 这是真正的神传的文化 在古希腊有神传的故事 在古罗马有神传的故事 在西方有着以色列人神传的故事 在中国 在印度有印度神传的故事 在中国同样是 人说为什么 文化是神传的 文化是神传的 今天的人完全是欲望的 所以把神话当成迷信 迷你个大头鬼 迷你个大头鬼 迷信的说法 是你无尽地玷污自己生命的尊严 你的元神 你的灵魂 对于你是不是迷信 对于每一个人是不是迷信 你用文字描绘得出来吗 你用你任何科学的方法能度量吗 善良一些 善良一些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那一份尊重 科学没有资格 去衡量你的善良 科学没有资格去衡量你的善良 当你想用科学去冻粮的时候 你是相当冷血的 残酷 这话说的 陶哥 你看 贼狠 卡车司机 我们昨天说卡车司机 有人说 你怎么能知道他们不是坏人 这话原来听说 类似的话 在香港的时候类似的话讲过 很多人讲 大陆人 我当时回的这么话 我说你媳妇在门口站着 你媳妇在门口站着 你知道她是不是要卖 陶哥又来这口了 只有这么去描绘 才能激发起某些人内心中善良的一点点 陶哥你侮辱我 什么话 我给你提个问题 你干嘛这么说我 对不对 你就知道你这话是错的 看似很聪明的话 你是个很邪恶的 很肮脏的心灵 我才这么去比较 所以这么比较不是对错 是能够 大家明白 哦 这话是不能那么说的 是你歹毒 而不是别人 是你歹毒 而不是别人 法律从来就不是公正的 那个菜刀 大概一个星期之前吧 有个老爷们 哪是老爷们 我看30岁 把自己太太脑袋给剁下来 拿菜刀 然后滴着脑袋 滴着那个头发脑袋 在马路上遛斑 菜刀啊 这是川普昨天相当愤怒的一个推文 原因就是法官下达命令 要求他们 他跟他的女儿儿子必须出庭 我昨天节目中报了 那是相当残酷的 那是相当残酷的 对吧 依法治国 那是相当邪恶的 崇尚民主的朋友们 在经历了美国的故事 在经历了香港的故事 在你现在看到加拿大的故事 你们还崇尚民主吗 当然你们不会说 民主没有坏事 那个是那些人坏 对 人怎么坏了 在这么民主的国度当中 人怎么还会坏啊 在这么民主当中 人怎么还会坏啊 说他们是依法治国 今天加拿大是法律 你觉得呢 对不对 我觉得道理很简单 雄言 所以是在这个背书之下 川普非常愤怒 就写了这篇东西 首先谈到的是希拉里 希拉里是有史以来 竞选美国总统的 最腐败的政治家之一 非法闯入白宫 闯入我的公寓 闯入我自己私人的公司 闯入我的竞选活动 换句话说 他可以监视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最终监视了美国总统 而现在完全名誉扫地的 假新闻媒体 却尽他们最大可能 根本不触及此事 对了 有朋友说 那些媒体不是主流媒体 那些媒体是主流媒体 这就是今天人类社会的主流 如果他们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 就没有大审判之说 是因为人们眼睛看 耳朵听的 嘴巴说的 都是背离神明的 神才出手 所以你根本不要把它 我觉得太多朋友是有一个难处了 也谈不上难处了 就是现实了 人们还在太多在利益层面 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心理呢 又善良 所以就解不开这扣 觉得老冤了 陶哥你看 加纳那事 那意思你就是忍了 我们只能看着 你能干嘛 你能干嘛 说我能捐钱 可以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个人行为 都是个人去表达 自己生命境界的体会 那我也 我只是跟大家说 你要知道这个故事 故事本身的 它大的背景 对吧 人拥有善良就足以了 人知道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在知道善恶的背景 一定是 在内心中 尚存神性 来拥有 保护你仅存的 在大背景之下 仅存的德行 所以你人性善良的一面 就自然会表露 自然会表露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真实 非常真实 非常切实的过程 就像今天 昨天 昨天的天 上午零上十度 沃泰华可能零上十五 十二三度 到了中午开始下雨 上午一直下雨 等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 开始下冰雨 那就是零度左右 等到晚上开始下大雪 我们昨天晚上看到了 他抓人的时候 在下大雪 那个车什么 全病冻上了 相当残酷 确实相当不容易 说有人摊上了 是人那是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摊上了 别人摊不上的故事 所以你不用去以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着我们自己 而别人在旁观者 无所就是 无可奈何地看着的成分 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个人的命运 从中守住善良 中国人就是退党退团退退 没有任何人 你不要对民主报期待 你只对自己的人性有所把握 被打击杀掉的 被打击使坏杀掉的所有人 那些人都是碰了他 碰了他 他就杀他 所以不该碰他 打击那条狐狸 是女娲派来的 在中国人的说法中 女娲是造人的神 那你怎么能碰他呢 没有了信仰生命的认知 会做那些 在人的环境中 置之有生正确的事情 但是在天意中 却是违背天意的 所以他才下手那么狠 他是事情的展现 让我们能够分辨善恶 那些卡车司机 用他们自己的行为 用他们自己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 展现出来的勇气 去对称 很多人崇尚民主 法治 自由的一切 在没有神性的背书之下 他的败落欺诈 让我们都看到这个故事 能够理解到自己生命的珍贵 而不是在得失上 如何如何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所以他不是 你说他不是主流媒体 如果他不是主流媒体 为什么川普老这么嚷嚷 这么多媒体 去掩盖事情真相 就是今天的环境 就是魔鬼统治的世界 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 你战胜的两魔鬼吗 当你用战胜的心态的时候 对吧 你只有保护 能够保持自己生命的圣洁 你可以有权保护自己 你也能够保护自己 对不对 另外一个失败的州长候选人 詹姆斯 可以竞选总检察长 因为他对川普而言 说绝了那种可怕跟虚假的 他从来不认识川普 他也从来没见过他 他却当选的目的 就是为了具有选择性的起诉 打击他的家人 所以川普没有用说 他就充满了仇恨 他其实就是充满了仇恨 他没有任何 他就是以仇恨而对待的 查看了数百万页的文件 多年之后 他们提出了一个 关于汽车公寓和儿孙辈的教育的 所谓的福利案 这句话讲的是小万斯 是曼哈顿的联邦地区检察官 最终从最高法院的角度 拿走了川普的 大概三百多万件文件 三百多页 因为三百多万页 因为他是十年的 八年的记录 他在查看半天之后 就说他们公司留下来 在公司福利一栏 给孙的那辈留下来的福利的选项 有问题 所以你看小万斯到现在 一直到退休 他都没有对川普提出真正的指控 他去年12月份已经退休了 所以川普在维护他自己的尊严的时候 维护去打这些官司的时候 他有钱吗 他有条件打 他是维护自己的尊严 而不是掩盖错误 掩盖罪证 那当检察官 地区检察官 逼得川普跟他的儿女作证的时候 你看起来他是在羞辱川普家族 他其实是在用法律去羞辱美国国家 法律被坏人掌控之后 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羞辱美国总统 而他的借口是人人平等 所以美国国家不存在 国家的价值被侮辱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在今天的美国的左派的法律的环境下 没有人能认识到 其实你有多少人在媒体当中能够认识到 这是个问题 他们只强调的平等 就是我说那话 嘿 他是女的 他老爷们 如果他老爷们是双茅胎的话 那哥俩平等吗 能共产共妻吗 有人说陶哥人说的平等不是这个 那什么 啥也得一样 啥能一样吗 个个都骰叉 对不对 因为你刷汽车的时候 喷漆那是多高级的活啊 对不上啥 爷们 你说我车碰了 我喷喷漆就完了 不是这么回事的 现在那汽车是整喷的 一下 整个汽车同一时间 你知道你喷漆的时候 你这么走 喷漆吗 你要这么划 跟这么划 两回事的 你要画圈也两回事的 喷出来就花猴 花屁股猴 听得懂吗 你知道什么汽车最容易脏 黑色的 不是白的 白的金脏 黑的 掉一点点茬 都麻烦 要知道生命了 理论是狗屁 法律是整人的 所以他这里就提到 竭尽权力 他在竭尽其所能的腐败权力 干涉我的商业关系 政治进程 案件的其他部分 即使是小万四 这里是他这个 C万四就是小万四了 小万四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检察官办公室 他没有起诉任何额外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起诉 因为没有任何案件 能够让他得以借口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川普一再阻止 就是一再尽他可能 透过司法程序 阻止让他在法律上往下走 是维护他的尊严 他一生 他同时间不知道多少案 美国总统任之期间的选票 比任何一位总统都多 是激进的 左派势力不想再去 却不想让再看到他参选的人 这对我们国家违法 他这是对我们国家的 违法宪法的直接的攻击 人民不会允许这种 对正义潮能的事情发生 他这里面就强调了 在他看来 对他的围剿 民主党进行的一切 所有左派势力进行的一切 就是竭尽可能阻止川普 在2024年参选美国总统 而如果是这样 在我个人的角度看法 就会中间会出事情 会出事情 出事情会变成 整个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就说可能川普提前就回到白宫了 我说的是这意思 历史上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女巫行为 女巫行为的女巫 女巫一般都是指邪恶的 他的延续 法官司法机构 司法体系对我的仇恨 我在纽约 绝对无法获得公平的听证 这是绝不可能的 那最后这个话 最后这个话说的说实话蛮悲壮 他将怎么去面对 我们不说不好 但是他讲出真实的话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的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生命走到 就是现实环境中走到一个 非常卑鄙的 无可逆转的 人力不可为的状况 川普在最后这句话 显示蛮绝望 显示蛮绝望 对我的仇恨 法官跟司法机构对我的仇恨 我绝对不可能获得公平的听证会 这是绝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命运最终会怎么样了 但就目前来讲 这是他的定性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因此 感谢观看